我們今天要說的是繼續把之前的網路安全 就是網路和安全都把它再補充一下 然後這邊這樣講完我們就把網路跟security的部分把它做個結束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去做一些新的主題 第一個要補充的是有沒有看過2G、3G、4G 在買電話的時候或是電信商的廣告它會說2G、3G、4G 那這個G的意思不是速度 不是說它一秒鐘可以傳幾Gb 這個G其實是Generation 就是第幾代 所以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的通訊技術 那現在常用的4G就是 我們現在手機繼續買的話應該都是LT 那之前其實就是還有一個叫YMAX 就是YMAX跟LTE他們兩個在競爭 那後來YMAX被打敗了 所以 就是最近不是有一個叫叫全球移動的公司 聽過嗎? 新聞有講 所以它就沒有執照 所以他們就真的已經確定要收看 所以現在4G的王者就是LTE LTE的速度 就是大概這樣 稍微記一下就好 那這些 就是這種通訊技術的 這技術是怎麼發展 這跟子宮就比較沒有關係 這跟電機系或是通訊所 他們在做的研究比較有關 就是電路要怎麼設計啊 就是電磁波要怎麼樣傳之類的 這跟子宮就比較沒有關係 然後另外我要介紹的是寫E-mail E-mail是怎麼傳的 我寫一封E-mail給老師的話 那E-mail是怎麼到老師的手上 所以現在我們看這張圖 就是由Alice跟Bob 然後Alice的信箱是Gmail的 然後Bob它是用養護 然後所以它記性是怎麼記的 我們現在在記的話就是 都是在網路上開一個瀏覽器 然後就登錄Gmail就可以寫 所以 以現在來說 你在做的事情就是 你貼到Gmail 然後在這裡面寫一個東西 寫好以後 你把收件人告訴我 就是你收件人就會填爆 你在兩部上靠 所以Gmail的記系 它就知道怎麼要記給你兩部 對不對 可以嗎 因為你收件人寫Yahoo AtYahoo 所以它知道你要寄到Yahoo那台機器上 所以這是那個網路上 所以它可能會倒數畫的東西 但是最後它總是可以搜到 Yahoo.com 它在網路上傳來傳去 所以最後你的E-mail是送到 Yahoo那台機器上 然後就擺著 那 收件人是要怎麼看到寫的 它就是去登錄那個 Yahoo的Server 然後在Yahoo的Server上看 就是現在的情況 因為現在就是 直接登錄瀏覽器 然後去看 那以前的話 你在做的事情其實是會有一個 有用過Outlook嗎 就是有一個郵件軟體 它就是 它在做的事情其實就是 你的戲是在自己的電腦上寫好 寫好以後就是送到Gmail 然後Gmail再送到Yahoo 然後就擺著 然後接下來收件人它就會去檢查一下 就問Yahoo說 我有沒有新的信 那如果有的話 就從Yahoo那邊把信下載下來 所以以前的情況是這樣 就是你會有一個客戶 短client一個程式 負責在收信 那現在的話就是都整合到 Web裡面 所以就是開一個瀏覽器 就可以做全部的事情 那網路還有一個部分 它講的是 其他的通訊協定 我們一般來用的 就是Protocol 就是會用到像HTTP 網路的 那 FTP 有沒有人用過 有沒有人沒用過FTP 就是下載檔案 沒有 都沒有嗎 還是都有 沒用過 沒有 那我都知道 FTP 是一個下載檔案的通訊協定 所以你要 抓檔案的話 就是用FTP 欸這以前很流行啊 就是住在宿舍裡面都會有 就是你都會 男生會開一個FTP server 然後裡面就會放一大堆 想看 然後可以這樣 欸現在都沒有 分享很多音樂之類的東西 然後 再來就是Telnet Telnet就是SoundVPS用的 對 有用過吧 還是也都沒有 那 Telnet它是 它也是傳一些文字的 資料 出去 然後 收回來也是文字 所以它很適合 VPS 因為VPS都是文字字 這樣子 那我到時候也在講一下 這個東西怎麼用 然後 SSH我們用過 就是在連無方圖的時候 你要開一個拍體的程式 然後去連到 就是透過SSH這個通訊協定 去連到無方圖 那這個SSH跟Telnet它們的差別 它們都是文字在傳來傳去 但是SSH是有加密的 就是有用Public Key跟Private Key去加密 所以 SSH是 有安全性的 然後Telnet是沒有安全性的 所以 Telnet在傳資料的時候 你傳任何一個資料都會被 路上任何一個人看到的 就是中間的每一台電腦都看到你的資料 然後SSH看到的是 中間的電腦看到的是 只有你加密過的資料 所以 SSH是比較安全的 然後最後像HTTP的話 也有分兩類 就是HTTPS跟HTTP 所以HTTPS就是有加密的HTTP 所以你在網路上要傳密碼 你要登錄要打帳號密碼的時候 你要檢查一下有沒有HTTPS 如果有的話 那就代表你的密碼 只有到對方的那台機器 才會被對方看到 那如果是HTTPS的話 就是 你傳到對方的機器的任何一個人 路上的任何一個人 他都看得到你的密碼 可以嗎 有問題嗎 繼續囉 接下來我們在講 就是之前我們說 背對稱性加密是幹嘛的 我們之前說 就是上次後來又有人來問我 就是說 那你要怎麼去傳 背對稱性 就是怎麼要靠背對稱性加密 就傳不掉 那我們再講一下就是 這個東西是你 背對稱性加密會有兩個key 每個人都會有兩個 一個是private 一個是public private只有你自己會留著 然後public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得到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背對稱性加密有一個特性是 public key可以把一個檔案加密 那加密完的檔案 只能用private key解開 然後private key加密的檔案不能用public public key加密的檔案不能用public key 被對稱啊 被對稱就是自己加密的東西自己解不開 你要用另外一組鑰匙能解開 所以它叫背對稱 對稱的話就是 我用什麼t加密 那用哪一把鑰匙就可以解開 所以這邊呢 說的重點就是 再講一遍 public key加密的東西 要用private key解開 那public key加密 用public key解開的話 你解出來就是這個色 你解出來的東西是什麼意義都沒有 可以嗎 找兩個人好 出來一下 然後還有 就假設現在它要傳資料給它 然後它有private key和private key 然後它也有它的private key和private key 然後你是A你是B好不好 所以 你現在要傳資料給它 要傳 中間要透過 那你要怎麼做 對 你要用什麼這樣 好 好 好 我跟大家講 你覺得要怎麼做 如果它想要把一筆資料傳出來給它 現在 因為我剛剛說 public key是所有人都可以拿到 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public key會給它 然後你的public key會給它 這樣 對不對 所以現在如果你要把資料傳過完的話 傳給它 要怎麼傳 就是你用它的public key把它加密 然後加密完以後咧 就把它傳給我 傳給我 因為我看到那個加密的東西 我沒有你的private key 所以我解不開 那接下來我會把這東西來給它 然後接下來 它 對 它就是用它的private key把 那個加密都寫開 所以它就知道 它要傳給它的訊息是什麼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它的private key 可以嗎 所以反過來也是一樣 它要傳過來的時候 你要 它要拿 它的public key加密那個訊息 然後傳給我 然後再傳給它 然後接下來它用它自己的 它的private key把它寫開 所以它就可以 所以它就可以 然後它就是這樣 F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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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聽不懂 你們都聽不懂 你們都聽不懂嗎 TL舉手好不好 好 他聽不懂會上來表演 然後它的public key就是廣播啊 它的public key就是廣播啊 它就很大聲的講說 我的public key就是廣播啊 所以所有人都知道它的public key public key就是不怕人家知道的事情 好 謝謝 還要再講一遍嗎 好懂齁 這烤是一定烤的 花了這麼多時間 所以剛才這種加密的方法可以 其實它可以分成三個應用 第一個叫做 是保密 保證兩個人之間他們的訊息 是只有他們兩個人知道 中間人幫他傳資料的人都不知道 所以是第一種 然後第二種叫做 web of trust 就是 怎麼樣才會不會進到釣魚網站 所以等一下我們再 再次進 然後第三種叫做 數位簽名 那數位簽名就是 它可以有兩個用 第一個是你知道那一筆資料 到底是不是某某人寄案 會不會是假冒的信件 然後第二個就是 寄過來這個訊息有沒有被改過 就說我寫一個支票 中間有沒有多加一個 所以你可以知道這個訊息 是不是被改過 數位簽章的用處是這樣 那接下來我們講就是怎麼做 這個我們講就是 加密的話 要怎麼 怎麼 剛剛就是這樣子 public key跟private key可以加密 不過 我們之前說 那個public key跟private key 你在算的時候 是不是要用好多好多的次方 運算 對不對 所以你在做那些次方運算的時候 其實是很花時間的 那比較正確的方法 是 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是用一種叫 對稱性的加密 加密完以後 然後咧 第一步是用 symmetric 對稱式的加密 還記得這是什麼嗎 對稱式的加密 比如說把字母全部 A變成C 然後C變成N 這種加密 這是一種對稱式的加密 所以 假設你現在有一個很快的 對稱式加密的方法 然後就把 你原本要傳了一個很長的訊息 把它加密好 然後加密完以後 接下來要 做的事情 那這件事要誰要做 知道我現在要幹嘛嗎 現在還是會有兩個人 要傳資料 其實我現在要傳的資料很大 所以那個很大的資料 如果你都用public key跟private key 去加解密的話 會很浪費計算 浪費CPU 所以我現在要做的事情 是加快這件事情 那要加快這件事情 我要把它拆成兩部分做 那拆成 第一個是拆成用 symmetric 就是對稱式的加密法 然後第二個就是在把 這個加密的key 把它用public key加密 你知道我看到嗎 OK 好像都聽不懂 我繼續講好了 所以現在我有一個很長很長的訊息 那我用對稱式的加密把它加密完 所以那筆資訊 應該是沒有那一條key 就解不開對不對 可以嗎 我現在有一個很長的訊息 用這個symmetric key把它加密 所以那個加密的東西 沒有這把key就解不開 那 要解開要是 就是這樣 解開還是他自己就好 因為是對稱式 所以他自己 那這件事情要誰做 假設是我送給他的話 我要把訊息送給他 那 這件事情是誰來做 我 我還是他 我 對 是我 因為那個訊息在我手上 所以我就隨便弄一種 對稱式的 鑰匙 然後把它加密 加密完以後 我就把 這個 加密過的訊息傳給他 那接下來 我要怎麼樣把 鑰匙安全的交給他 我可以走過去 然後 就是面對面 把鑰匙交過去 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方法 我要說我們沒辦法碰面 沒辦法碰面的話 就是用這個 poppy key的方法 一樣 我要怎麼樣把一塊訊息送給他 那就是我拿他的 你叫什麼名字 蛤 那你叫什麼名字 那 那我就把 所以我就把那個 不重要的那個人的poppy key 把它拿過來 然後 我拿他的poppy key 要幹嘛 所以我拿他的poppy key 把我的 symmetric key 加密 對不對 然後我加密完以後 接下來 我就把這筆 加密過的key 再給他 然後 不重要的人 再把 那個 symmetric key 用他自己的private key 把它接開 可以嗎 所以 這樣子的過程 我就可以在安全的方式 用很安全的方式 然後把 這個 symmetric key 丟給他 所以 所以這時候他就有被加密過的訊息和這把鑰匙 那中間所有人都不知道這把鑰匙是什麼 可以嗎 所以這個是加密的比較有效率的做法 就是要分兩段 一段是對稱式的鑰匙 然後一段是不對稱的鑰匙 所以我們講的是超級大鑰匙的方式 等一下我們會講一個比較 用再更好一點的 所以再更好一點的對稱式加密 是這樣子 就是 xor 這個運算還知道 就是 xor是 如果你兩個進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話 出來答案是1 兩個進來的東西是一樣的話 出來答案是1 是0 所以 xor 1 xor xor 0 1 可以嗎 進來的東西一樣的話出來是1 進來的東西 進來的東西一樣的話出來是0 然後進來的東西是不一樣的話出來的東西是1 好 所以 現在假設我們的key是那個最左上部是1001 0100 這樣子 那 我們的訊息是119 我們要傳這個救命訊息出去 所以這個119你可以先把它轉成那個finary的數字 可以嗎 假設我們要 我們這樣做 所以119轉成finary就是下面那個1111 所以 現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個key還有這個finary method 做xor 所以xor的話就是每一個bit跟每一個bit做 所以你看最後一個是1和0 所以1和0是兩個不同的 所以出來是1 然後到屬第二個也是1和5 所以出來是1 然後到屬第三個是1和1 所以出來是0 這樣一路做過去 所以下面這個就是加密過去 所以這個一定要刷不出來 所以你要是沒有那個的話 就是非常非常容易刷 因為key是我隨便 隨機去刷 所以這邊加密完以後 我就把它這個動作 那你要解密的話 就是要有加密過的訊息 還有key對不對 然後key我們剛剛說是用 用那個非對稱式的加密 把它安全訊息 所以它拿到p 所以你再把這個事情 再做一次xor 然後就會一直去刷 那如果這個是原來訊息 所以1和0去xor 就是1 然後1和0去xor 所以你在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你在做一遍 你就會做到原來訊息 這個的話就叫xor的魔法 那這個方法就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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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那個 移動字母或什麼的還要 還在強很多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特性 就是為什麼xor這麼厲害 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你可以想像就是 就是因為mk message跟key 他們的選擇 他們的選擇都是0看1而已 好 那 現在來做的事情 就是把message跟key 把它xor xor xor 完以後再跟key xor 再做這樣的事情 可以嗎 因為第一次這樣是加密 前半段才加密 然後加密完的東西就是 這一段就是 這一段可能 第一次來做一次 然後這一段做完以後是 再做sr 所以是下面的事情 所以你做這兩次的話 會得到原來的訊息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那原因就是因為 你現在可以想像 這個式子就是把它寫成這樣 mxor k 然後括號xor k 那m跟k只有0和1兩種選擇 所以你可以列一個表 就是m等於1 k等於1 m等於0 k等於0 這樣總共會有四個組合 對不對 然後你就去把它全部算一遍 所以如果說 m等於1 k等於1的話 那就是 1 1 然後xor k 所以答案是說 還是1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列出這個 110 然後最後回是1 這樣 可以列出這個表 我把它算出來 那其實 這個xor 它的運算 它是有結合率 結合率就是 1加2 加3 你可以算成是3加3 但是你也可以看成是 1加2加3 然後1加5 結合率就是這樣 你可以先算前面或先算後面 可以嗎 你可以 一個式子你可以這樣子看 或是這樣子看 所以 這樣 這個東西如果用結合率要看 要怎麼看 是不是把這個前面的括號把它拆掉 把這個後面的括號掛起來 所以會變成是 k xor k 那 兩個東西 一模一樣的東西 k跟k 一定是一樣 所以 k xor k 對 一樣的東西 跟自己 自己跟自己 xor 所以 所以其實會是m xor 0 對不對 m xor 所以是某一個東西跟0 去做xor 那這時候事情會變什麼 m等於1的話 那它跟0xor是1 m等於0 然後跟xor 跟0就是0 所以m就會 做了這件事情以後 其實是好像 螺絲一樣 小小的證明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為什麼它可以這樣去加解密 然後另外要講的就是這個數位簽章 呃 數位簽章的話 我剛剛說就是要 確定那個文件是誰發的 還有 那個文件會被改過 那兩 有兩個步驟 第一個就是把 你要做一個叫hash的動作 hash 等一下我們會表演一下 什麼叫hash 然後hash的話 你hash完以後它就是 會變成某一個長度的自傳 那那個自傳就是那個文件的hash 這邊是h 然後接下來 這個hash過的東西 你會把它 用private key把它加密 這個等一下還有一張圖 先拿一張圖 然後接下來 後面那個人收到以後 就可以去 就是去看一下這個 你就可以去verify 就是確定說那個檔案 的hash有沒有一樣 然後畫成圖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signing 就是要怎麼樣簽名一份文件 所以在簽名的時候 我們先跳過好了 先看hash是什麼 hash的話 如果你有python 就把它打掉了幾次 第一個叫import hashlib hash的library 所以這個library裡面 就是可以幫你做hash的運算 然後現在有兩個訊息 第一個是 這樣子 看到差在哪裡嗎 就是這裡 就是l被改成1 所以這兩個message 去把它hash 那hash的話 就是這樣做 hash file 所以這是一個hash的方法 所以這邊hash完之後 它的輸出會是這樣子 第七號輸出就是這個 然後第八號輸出就是下面這個 所以你看 只要東西有差一點點的話 你hash出來的結果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hash 這一串東西是這個message的簽名 這一串東西是上 第二個message的簽名 可以嗎 就是 你要是東西被改了一點點 你要是把這個l改成1 那這個hash出來的結果會差很多 所以你只要知道 這如果hash不一樣的話 代表他們的東西被改過 可以嗎 這是先要知道的事情 就是 檔案的內容被改了的話 hash就會不一樣 通常啦 運氣有不好的話 有可能 剛好hash出來會一模一樣 不過那機率非常非常低 所以我們剛剛說 剛剛那個hash是把它串資料 然後把它hash hash完以後就會變那個 就是上角那個 10110 什麼的 hash完就會得到這一串 得到一串東西 然後這一串東西要用 我的private key把它加密 因為我要把 我要證明這份文件是我送出去的 所以我用我的private key 把這個hash加密 加密完以後 這是加密的結果 加密就是原本某個數字 會變成另外一個數字這樣 所以加密完的結果 就會把它 它原本的文件把它放在一起 然後送出去 所以這樣就是 一個簽好名的文件 這是簽名的過程 然後在 對方要 確定這個文件 是不是我發的時候 那就是我 他會把它的文件 再把它拿開來看 Defense Data 那Defense Data 它是不是可以用一樣的hash方式 像一樣的方法 去得到 它hash的結果 可以嗎 就好像這樣 我送了一串東西 然後我把它hash hash得到這個 然後接下來我再送這個東西 然後 對方在hash 那它hash的結果 應該也是這個 因為東西是一樣的 好 我們先下課一下 好像大家都睡著 我們休息那個 到四點半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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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要對方我的泡泡機加嗎 因為你要船隻要給我 那你就用我的泡泡機加 然後我有我的泡泡機加 對 對 大家都看得到你 是你簽的 現在在講什麼 你現在講什麼 我會看到他在這個嗎 因為簽筆就是要讓大家都知道你 所以你用你的泡泡機 然後大家都用泡泡機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高機 好 好 好 我只是要接觸 然後 喵 喵 190 這 不是啊 你那邊怎麼動啊 對 是這個嗎 我沒有打算我 有時候是打這個 幫我做 對呢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 反正我最近都沒有加 對啊 620 520 220 520 520 520 那 那 這是不是比較大 820 520 好 我想問你會不會把這個 這麼大 你會給他好多 我真的 我八罐的人有什麼 然後我覺得他很小 我看你應該是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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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 8% 10% 0% 10% 1% 11% 6% 1% 11% 9%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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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因為考試不容易錯過 所以我剛剛按的是左邊 你剛剛是按按嗎 為什麼 對啊原本是這個啊 好 重新再進嗎 開那個 Virtuals 對 對 因為我的 啊 這個 還不緊張 好 我知道說會放到那個 這個 Windows 不必要進去嗎 不 操作 然後補充都是 你要用這些 四個話 不用特別設計 直接用 直接用 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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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兩次 好 就是兩次 對層性就是一把 就是如果你傳的過程沒有加密大家都看到 就會變虎大 因為這個的點很細 Windows它的預設預設 就是它設計的不是 對層性就是像剛剛那個XOR那樣 這個啊 你可以 你還記得XOR是什麼嗎 兩個東西進來如果是一樣的話出來 或是不一樣的話出來 不好意思 所以你還沒有分說這把鑰匙是誰的 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這把鑰匙嗎 對大家有沒有這把鑰匙是看你那個鑰匙給的 是 是 鑰匙就是那一串書字啊 所以我要去練那種鑰匙給你 嗯 然後我有對程寫家 你可以說不能把鑰匙給你 對 然後把鑰匙給我 嗯 通常是 你會先把鑰匙給我 你要用某種泡泡的鑰匙給我 然後你就是傳這個鑰匙給我 然後我就把它剪開 但中間的人才不知道那麼有事啊 所以鑰匙是不經過鑰匙嗎 通常是比較這樣的 不然就沒意義啦 因為中間每個人團長就 都有Key他每個人都給你借 那幫鑰匙 那幫鑰匙給我 鑰匙給你 那幫鑰匙給我 鑰匙給你 那幫鑰匙給我 幫鑰匙給你 幫鑰匙給我 我都會管到外東西 可以直接傳公司 那不是我的鑰匙給我 那一般來說 所以你不會有對方的管道 一般來說你的管道是要透過中間的方向 一般來說是 要傳一個答案的時候要透過很多的 才會到對方的手上 那這時候你有兩個辦法 一個是先面對面把鑰匙交換 面對面對交換好多的 然後你就是傳加密的東西 鑰匙不用傳 因為鑰匙不能交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用Public 鑰匙加密 然後傳過來 所以中間人可以拿到加密的鑰匙 剪開 那這樣消除 是加密 好 因為肥真是加密的東西 花時間 老師呢 那個什麼 這個認真是幹嘛的 就是 認真就是 這個東西合在一起就是有認真 合在一起 對啊 什麼意思 就是代表這個東西是我發的出來的 hash hash是哪一個部分 這裡 hash是這個啊 這個 對啊 突然就完全不懂 我等一下會再講一遍 好 謝謝 好奇怪 這個超難 這個 就是要懂要畫一點頭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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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頻 POPPET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嗯 所以不可能有POPPET啊 POPPET是不只是用來解密的 他們只是一個相對的關係 就是 A跟B好了 你要這樣想 A可以 A加密的B可以解密 B加密的 A可以解密 那 拿在手上哪一個就很快 好 好 好 對 小心 好 好 天啊 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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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